成都生医院9D病房明天起开始重新收治病患 在关闭两个星期后 医院从星期二起已经逐步重开 成都生医院的9D病房较早前因为出现了冠病病毒的感染群 而不再接收新的病患 同时也将紧急个案转介到其他的政府医院去 以控制病毒传播 故事一踏入像9D病房这样的普通病房 就得在特别穿戴站 穿上个人的防护装备 在这之前他们只需要戴上手术口罩 离开病房后 护士们也需要到特定地点脱下装备 我们的上级领导也是有对我们进行一些指导 指导我们怎样如何使用医护面具还有医护衣 对我们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所以比较有信心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所有普通病房也首次装置了高效威力空气过滤器和排气风扇 加强通风 虽然当局还在调查形成感染群的原因 但不排除空气流通问题和病患或访客可能没戴口罩等因素 医院决定重开前所有病患和一万两千名的职员都进行了并通过冠病检测 医院重开后也收紧了措施 所有病患入院时都需要进行检测 入院期间也需定期检测并戴上口罩 入院期间出现急性呼吸道疾病症状的人都需要进行检测 访客人数依然限制在每天一人 时长不超过半小时 所有职员也都需要在固定的时候进行轮流定期检测